据郑义王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日前原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深圳东正听起涉嫌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案 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依法 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检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深圳东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依法询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被告人深圳东利用担任原贵州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贵州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书记 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贵州省职机关公委书记 原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数额特别巨大 身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收受他人财务数额巨大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